年轻真好 陈永杰一副由衷感叹的样子 接着又道 你吃得消吗 王轩原本就想收拾他了 现在更是有点忍不住 这个如同短发青年般的老头 在想什么呢 陈永杰善意地提醒他 不要玩火 道 年轻就是好 但是 差不多就行了 王轩手掌发光 向下压去 虽然十分想捶他 但又有点下不去手 一饱 绝世级的神医 我说怎么有种熟悉感 这不是方仙子和妖主的衣物吗 你干什么了 陈永杰瞪大眼睛 我刚出关 还未远行 你想什么呢 还是让我先看看你吧 是真的还虚假的 王轩觉得 自身被折腾惨了 回来后都在疑神疑鬼 很快 他确信了 自己来到县世中 不再缥缈之地了 但是 他手握着两块烧烂的 一群边角 又出神了 这次 真的带出来东西了 食物摆在眼前 让他心头各种念头都有 越想越是复杂 头大如抖 片刻后 他抬起头 发现陈永杰正盯着他呢 起眼神异样 还瞟了几眼他手中裙脚 我现在有点猛 想静一静 王轩开口 得认真思考下这件事 陨石通道中 真有其他人 我也想静静 陈永杰跑另一边坐着去了 这间静是足够大 有监控吗 看一看我闭关时的状态 王轩问道 不指望老陈去回忆了 他居然睡着了 陈永杰善善的 他还从来没有这么不专业过 为人护法时 自身净成了瞌睡虫 他简洁回应 有 两人快速调取监控 似乎受到超物质侵蚀 精密器件居然坏掉了 两人喊来清暮后 让他尝试恢复 最终发现 早先录制下来的一些画面还在 嘶 陈永杰露出金融 这里面还真有事 在监控画面中 没多长时间而已 王轩的肉身就冒光了 一圈圈连衣扩张 将他自身笼罩 很朦胧 随后 陈永杰眼皮快速搭了下去 倒头就睡 像是被催眠了盘 最为诡异的是 光运中的王轩模糊了 接着 似乎就要消失了 身体几乎都看不到了 并且在此过程中 静视中的陈永杰也不真实了 最后越来越虚渺 一副要不见了的样子 直到最后 监控设备应该是坏了 在那黑瓶前的最后关头 他们两个几乎 彻底失去身影 这是见鬼了吗 陈永杰简直不敢相信 一遍又一遍地回放 确实很邪性 最后的刹那 他在画面中不见了 我说 小王 王大人 王教祖 你做了什么天怒人渊的事 我为你护个反意 差点被整没了 老陈有种惊悚感 在那画面中 他又真实而虚无 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一点点模糊下去 像是被无尽的虚空给吞掉了 仅是看着监控 他都能感觉到一种莫大的危机 含毛倒数 这是什么样的恐怖局面 人在静视座 没了 青木也插了一嘴 他也觉得离谱 起初他还想笑 可是稍微细想下 他觉得瘆人 王轩的脸色不是多好看 眉头深锁 闭个关而已 把自己和身边的人都给整没了 他不寒而栗 他反思 这次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 陨石通道比我想得更恐怖 难道说 魔花被我严重低估了 他看了一眼老陈和青木 活生生 看起来和虚假毫无关系 但是 他还是取出了颅盖 自语道 这次闭关简直是 快把我折腾成精神病了 我所谓的回归现世 不会还是在幻境中吧 然后 他放肉身之血 又放原神之血 为的是和盖子全面交融 不分彼此 他现在被逼得 有点怀疑现实世界了 师徒二人没有笑他 反而神色无比凝重起来 到底是什么经历 将一个自信满满的年轻人 逼到这种程度 是真的 非是虚幻 我回来了 可是 这个世界怎么了 为什么我心中发出 有些没底 王轩自语 站起身来 走到室外 望向深邃的夜空 又盯着远处的重重山影 他总有种感觉 事情似乎还未结束 他虽然回到现实中 而且 陈永杰也没出事 跟着再现 但是 心底最深处 像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 在回荡 一切才刚刚开始 并没有落幕呢 我看这个世界 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在夜风中 花浦中有清香传来 让王轩精神略微放松 转身眺望远处的城市灯火 他心头沉重 以前冲冠最差 就是失败到边了 这次居然还有各种 虚与实的问题 一个不慎 就会将自己和身边的人 都给弄没掉 他低头看着花浦边上的水池 里面有月亮 更有他的倒影 起来很真实 突然哗啦一声 喷泉涌动 水花四溅 落在池中 将他的倒影和月亮 都冲击得不见了 这一刻 王轩倒吸冷气 瞳孔收缩 被这一幕触发 他心头惧跳不已 瞬息间产生一些联想 让他不安 犹如这泉池和倒影吗 我前往飘渺之地 再接近真实 该不会真的存在两个世界吧 分别在陨石通道的两端 他沿着这条思路 有了各种想法 那通道像是一个临界地 我如同一个观察者 在那里发现 在那里近视 现实和通道 另一端相互对应 犹若真实与倒影 突然间 有个外力扰乱宁静 打破平衡 所以倒影 在那时不见了 当王轩自语完这些 别说他自己 就连陈永杰 都在发猛中有些不安 似乎多少明白了一些事 但又不彻底 按照这种理论 现实 还真就是虚假的 是那水中月 池中的倒影 王轩不接受这种猜测 他觉得离谱 将自己证伪了 成为虚假的了 这不是造孽吗 这个结论太不真实了 我是影子的话 怎么会思考 他轻语 稍感安心 强大的生物 其神话辐射 王轩顿时身体发僵 叹道 你这是 再给我补刀 他神色难看 看着夜空 又望向万家灯火 通明的夜景 怎么到头来 开始怀疑自我 质疑人生 觉得整片世界不真实了 我为自己画了一个圈 然后在圈内证明一些事 这本身就人为 造就了局限性 我应该跳脱出去 扩大视野来观察 王轩认为 魔花这个因素有大问题 另外 方雨竹 张道领 炎燕等人 并不在他身边 却有原神之光真实呈现 和刚才圈内的猜测 略微有些出入 是因为上次的幻境 被魔花凝固了 记录了吗 而在这次的虚实倒影事件中 那几人的虚假身影 被某种神秘力量利用了 可是 这次的莫名之力得多么强 才能引来部分原神之光 王轩头大如斗 如果那种力量来自魔花 那么魔花的能量远超他的想象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他介于真实之地与虚无之间 这么多年 被那么恐怖的红色物质冲击 都不受影响 还越发的明艳 神圣 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须知 连爵士高手的原神之光 都受不了通道中 那些红色物质的的猛烈冲击 我觉得 还有其他因素 以前又不是没去过 可并没有遇上这种事 这次多了什么变数 王轩想到各种可能 神色阴晴不定 如果真有所谓的真实源头 那么现实是虚假的 存在为倒影的可能 而在那真实源头中 有一个真实的它吗 然而 真实的源头 在喷涌恐怖的红色能量 能够烧死诸仙 那种地方就一定为真 有真实的生物 不见得吧 说不定光秃秃 反而更死寂 王轩觉得 自己真要精神分裂了 他的念头太多 有各种想法 他进行各种假设 去猜测真实的源头 在他的胡思乱想中 就有一种悲观的可能 真实源头是不是毁掉了 不然喷毁灭物质做什么 比如 无数岁月前 那里有生灵 有真实生物 但是全崩灭了 逃亡了 辐射出影子 照耀到这边来了 不行 我得收心 想得过多也不好 那就无边无际了 各种可能都来了 但是 他管不住自己 忍不住多想 一下子又有很多念头出现 什么是虚 什么是真 我老娘虽然是一介凡人 但是上次说的也有些道理 真实就在身边 就是这现实世界 最值得珍惜 宇宙深处 古飞船中 妖主炎炎 看着身上的破烂红裙 被烧得不成样子了 但最后 总算是止住了继续焚烧的趋势 而且开始缓慢复原中 不过到了最后 他的裙子还是少了一脚 怎么看怎么别扭 虽然刚才烧得破损不堪 像是腐朽了 但是 我看也像是被人顺时抓了一把 扯烂了 张道领开口 妖主炎炎 顿时神色不善 道 小张 你是不是找打 你觉得自己很强 能降妖除魔是吧 来 和我对决一场 蔓延出去 消失的那部分心灵之光回来了 可是 为什么 毫无记忆 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 明穴教祖开口 方雨竹戴眉微醋 道 这件事还没完 我总觉得 会存在某种因素 我们的心灵之光 还会没入远方 化石为虚 最为可怕的是 我们自身整体 会不会因此而全面受到波及 咦 姐姐 你的雪白长裙 怎么也少了一脚 妖主炎炎 注意到女方式的情况 不必在意细节 方雨竹岔开她的视角思路 不想让她发挥 道 至宝未惧 慕天静早已碎掉 为什么还有重现大灾难的迹象 明穴教祖感叹 曾经的那个时代 极尽辉煌 有人了不得到 让我听闻后都想膜拜 在超凡熄灭前 探索出了什么 疑似接近了真实 想将熄灭的神话世界 画虚伪时 整体再现到真实的那一边 可惜 太恐怖了 慕天静都因此炸开了 我个人有种怀疑与猜测 但是得先找出某些元素 老张开口 用手 妈撒她那面破镜子 你这破镜子里面 藏着一小块慕天静碎片吧 妖主炎炎瞥了她一眼 接着她又低头 看着那脚一似被人用手扯烂的裙边 眼底 冒火 虽娇艳 但却在咬牙 道 别让我知道是谁 现实 王轩自语道 我的想法太多了 可是 我对神话历史了解的不够细致 对于逝去的文明 更是所知有限 要是老张 妖主 方仙子在身边就好了 可以问他们 她看向陈永杰 道 还能联系上他们吗 偶尔可以联系上 但时间跨度是个问题 有时候半天 有时候好几天 主要是他们飞行得越来越遥远了 即便他们乘坐的是超级母船 但是想实施联系上也不可能 陈永杰摇头 不过 她咔咔两声 将那两块衣裙边角 还是拍摄了下来 道 让青木发给他们 说明这边的情况 王轩想了想 道 等一等 裙脚还是别发了 简单提几下就行了 我眼皮直跳 发过去的话 我已经发出去了 不远处 小型飞船中 青木很麻利地完成了操作 道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接受到 老青 王轩眼皮真开始狂跳 很想问问她 你动作这么快干什么 求下保底月票 感谢各位书友 感谢 DYDYD 三声原纵猎者 GD鬼刀 三位盟主发太多盟主味了 今天又发白银盟 纵猎者都累积成为黄金盟了 谢谢三位的支持